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百四十六集 陈平平默然 知道老战友是怎么想的 不论陛下是否是不可战胜的人 他终究是范贤的亲生父亲 没有人知道范贤是一位穿越者 灵魂里边带着与众不同的属性 这二位长辈只是依照常理以为 即便范贤知道了真相 也会陷入两难之中 而人不想让范贤活得太有压力 便必须想通这件事情 陈平平轻轻敲响桌旁放着的铃铛 叮当一声脆响之后 那位服侍了他很多年的老仆人走了过来 把他抱到了轮椅上 我送送你 陈平平低头咳了起来 咳得有些辛苦 绣上全是唾沫星子 半上才平腐 则朝说道 如今啊 这身体越来越差了 中了点小毒 就是需求都无法治好 范贤静静望着他 没有说什么 往宅外行去 后面老仆人推着轮椅跟着 没有走多远 在工地的前方 二人很有默契地停住 对视一眼 相依一礼 我已经吓通了 陈平平对范贤说道 范贤没有马上接话 而是低头私存片刻 不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 他清楚为何陈平平要来送自己 因为在很多年前 他们一行人曾经去过东海之滨 曾经共聚太平别院 曾经开创出大好的局面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有的人死了 有的人变了 有的人要退 自己辞官归丹州 京都里便只剩下 陈平平陪伴着陛下 想必他也会感到孤独才是 正如范贤所言 在这十几年里边 他与陈平平互相猜疑 来往渐渐变少 但并不能抹杀掉 当年的战友情谊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该退出舞台的时候 便要退得彻底 林若甫当年并不是三人小组中的成员 所以他退得不够彻底 而范尚书不会犯这个错误 在陛下的天威之前 自己这些人除了隐退 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选择 范贤离去之前 周梅问了最后一句话 并没有逼着那位老仆人 既然你当年疑我 为何要捂住 带着他去丹州啊 陈平平坐在轮椅上 低头片刻 缓缓说道 因为知道你曾为之付出代价 所以我想继续看看你的心 范贤的唇边泛起一丝自嘲 而伤感的笑容 挥了挥手 没有再说什么 看着范贤离去的身影 陈平平轻轻歪在轮椅上 手指头下意识地 扣向着轮椅的扶手 叹了口气 轻声说道 走了好啊 走了好啊 紧接着 这位庆国的黑暗首领 情绪黯淡地自言自语说道 终究是他的轻生父亲 我又怎样忍心逼他 老仆人沉默地推着轮椅回去 听着老院长大人 疲惫无比地说道 你说 要一个人死 怎么就 是这么难呢 陈平平一生不知做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 不知面临过多少危险艰难 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失望过 因为他所面临的敌人 毫无疑问 是他这一生当中所遇见最强大的一位 而且那一位 竟是根本找不到任何弱点 老仆人嘶哑着声音说道 应该不会连累小公爷 他已经看出了主人心中的沉重 所以尽量开解一下 就算陛下能查到什么 但悬空庙后小学谷里 我已经让安芝两次险些丧命 难道这还割裂不开 我与他的关系吗 安芝的运气向来不错 陛下定然不会疑他 这件事情就这么罢了 陈平平有些胃冷 把毯子往身上拉了拉 范健准备走了 陈平平放弃了 范贤想通了 世间最大的问题 似乎就此解决了 然而这三个人心里都清楚 如果将来没有什么大的波动 那这盆废油便能安稳地 被锅盖遮住 可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 油花便会泵浆出来 将一切燃烧得干干净净 更何况废油在心 把人们烫得撕拉撕拉的痛啊 而就在庆国京都 这个建区稳定之时 北齐上京与东夷城 却陷入了一片 绸云惨雾之中 上京城外 西山向北 便来到了那座 清幽幽的山中 这座山看似寻常 但在天下人的心中 却是相当不寻常 因为这里是天一道道门所在 苦河大师的徒子徒孙们 便在此间学习研究 出山后建制天下 几世复贫 今日 青山却是不禁黯然悲伤 所有的天一道弟子 面带不安地 看着山顶的黑色建筑 紧握着拳头 抿着嘴唇 眼露恍然之意 一言不发 时不时有人 从那条石径上经过 向着山顶进发 却都沉着脸 看也不看 这些天一道弟子一言 上山的人很多 层级很高 包括了上京城中 许多王公贵族 大臣名将 比如 庄默韩先生 一手调教出来的太傅大人 比如常宁侯 比如各部寺中的长官 还有 约莫半数 都是当年从这座山上出去的学生 今日 他们都回到了山间 除了上山虎领旨在南疆一带 抵抗南庆 燕京 与沧州 征北营两方的进攻 北齐朝野上下 那些才华横溢 全是无双的人物 都因为这件事情 齐聚青山 换句话说 北齐的上京城 政治中心 今天 完全转移到了青山之上 天一道的弟子们 猜到了山顶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只有那件大事 才会惊动这么多人 他们的脸上 愈发悲伤起来 到了中午时分 一身便装的北齐皇帝陛下 沉着脸 踏上了登山的石井 他的身旁是郎桃 身后是河道人 侍卫散落在青山石井之下 他没有穿着龙袍 没有摆出御驾 而只是阴沉着脸 匆忙无比地往山上行去 天一道弟子跪拜于石井两侧 更赶其皇 这道大齐的守护者 世间最接近神的那位祖师 便要离开这个大世界了 大东山上 庆国皇帝苦修数十年的霸道真气 以王道之事 灌入了苦河大师的体内 数十年所修所存 宛若沧海 瞬息间 爆裂了苦河大师苍老的身体 被上山虎背回北齐境内 苦河大师盘坐于青山道门之中 一言不发 历米未尽 面容平静 身上的肌肤却开始渐渐裂开 露出内里的血脉筋络 开始解体 看上去十分恐怖 好在一方大大的软袍 附在这位大宗师的身上 没有让服侍在旁的弟子们 感到更多的悲伤 从清晨起 上京城的来人便络绎不绝 各位王公与大臣们 均持弟子之礼参拜 待见过苦河大师之后 他们便心知肚明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见国师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死前仍不得清静 一直在紧张挑戏师尊起习的 二徒弟木鹏 脸上的神情有些厉狠 但他也说不出任何意见来 因为这次临终前的召见 是苦河大师的命令 每一个人都只见了片刻时光 只是在见太傅的时候 苦河多说了几句话 苦河守护了这个国度数十年 今日便要离去 纵使心境以名生死 却依有放不开的东西 正是这个国度 今日是他与这个国度的最终告别 也是最终的交代 不论宗师死或不死 他的话必将对这片国度产生极大的影响 所以他要用最后的时光 对这些操纵着北齐朝廷的臣子们 讲几句话 为皇帝陛下日后的执政 打下一个更稳定的基础 苦河看着面前一位军方将领 下意识地陷入了某种沉思之中 陛下的能力没有问题 只是年纪小了些 虽说沈崇被诛 上山虎归顺 但如果自己真的死了 他能不能有掌握住军方的力量呢 那位军方将领乃是书密院正史 得了国师数据交代之后 便没有听到任何声音 不由惶恐地抬起头来看了一眼 在北齐这个国度中 无论是皇族还是大将 对于苦河大师 总是有无限的敬畏 因为苦河与南庆的夜流云 他从一开始的时候 便将自己的影响力与能力 洒到了北齐朝廷的 每一道缝隙之中 天一道 二弟子穆鹏 凑在师尊的耳边 轻声说道 陛下和太后都到了 要不要换他们进来呀 整个天下 也只有苦河才有资格 对皇帝太后用换这个字 苦河平静地摇了摇头 脖颈处的皮肤裂痕 与衣衫微微移处 撕裂般的疼痛 这种剧痛 无疑是人类根本无法忍受的 然而 他却像是没有感觉到什么 只是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木鹏跪在师尊的左侧面 看着师尊衣服后面的血痕 心头大痛 忍不住哭了起来 这一哭 跪在苦河大师面前的 书密院正史也是悲从中来 加之对于北齐将来的惶恐 双眼一失 跪着向前爬了两步 在苦河大师面前狠狠 磕了三个响头 咬牙说道 上山将军在南 我在上京 除非我们死了 定不让国朝受有损害 就算我们死了 也一定护住 陛下平安 苦河用温柔的眼神 看了他一眼 温和说道 你出山也有十二年了 我大旗的将来 需要你用心 用命 书密院正史 又磕了一个响头 咬牙站起离开 出门之时 双眼已是微红 不料 在门外看着 面色铁青的皇帝陛下 不由叹了一口气 北齐皇帝在屋外 已经厚了许久 此时看着 沉下的微红眼睛 心里咯噔一声 像是沉到了极尽深渊之中 台步便向屋内闯了进去 他身旁的郎桃 拉住他的衣袖 北齐皇帝回头 冷冷地瞪了一眼 郎桃 郎桃竟是下意识里 生出一丝领异 陛下虽然跟随他 修习武艺 但武道上 始终没有什么天分 然而帝王之威 却是越来越胜 你们几个 进来吧 苦河大师的声音 清清淡淡地传到屋外 北齐皇帝整肃衣衫 一脸正容 回手挟着太后的手 走入了屋中 此时山顶 天移到道门之内 除了枯作余地 已如枯木一般的苦河 便只有他最亲近的几名弟子 再加上皇帝与太后而人 着实如枯木一般 虽然有宽大柔软的袍子 掩着这位大宗师的身体 但所有看到苦河的人们 心里都是一片寒冷 似乎透过那层薄薄的袍子 看到了国师身上 如干旱田地一般的枯裂 还有衣领处的淡淡血痕 如此重的伤 果然是人力无法挽回了 北齐皇帝心头一寒 没有做任何虚事 干净利落地跪到苦河的面前 向着对方磕了最后一个头 说道 书祖 天下皆拜皇帝 皇帝一生不拜人 然而北齐小皇帝这一生 却拜了苦河两次 扣了两次头 第一次还是在他很小的时候 那时节先帝出丧 太后抱着小皇帝 坐在上京城那座美丽的皇宫正殿之上 对苦河大师扣了个头 而苦河保了他们母子二人十余年的平安 保住了北齐皇室姓湛 让小皇帝成长起来 而这第二次磕头 是北齐皇帝向书祖告别 在他的心中 对于这位神化了的书祖 一直有些隔膜感和畏惧感 然而更多的还是感激 太后坐到了苦河的身旁 低手哭泣 沉默不语 好 谁会不死呢 苦河微垂眼帘 轻声说道 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 已经算是 捡了老天不少便宜 人人都是会死的 南庆那位 也不例外 大东山上的真相 苦河并未轻说 只是由上山虎猜测到了少许 报知了上京城皇宫 此时听苦河大师如此说法 北齐皇帝心头大寒 直到果然如此 南庆那位同行 强大致死 看着皇帝的脸色 苦河淡淡说道 你可是怕了 北齐皇帝紧紧闭着双唇 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这一生 便是以南庆皇帝为奋斗目标 甚至隐隐将对方视作了偶像 只想着有朝一日 自己定将这个对方打倒 然而如今发现 十余年来 南庆皇帝的隐忍 竟全部是假象 如此深谋远虑的君王 比起自己来说 要老辣太多呀 更何况 对方还是一位大宗师 怕 也是很正常的情绪 苦河悠悠说道 当他的手指点中我的眉心时 便使我 也感到了一丝巨异 此人敌王心鼠 总失十里 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弱点于空门 而最可怕的 却是他的坚韧 为了横扫四野的目标 竟能筹划数十年 一心一意 从未有过任何偏差 这等人物 魂不死人哪 苦河大师 微笑着给了南庆皇帝一个评语 世人皆妙称 我是世间最接近神的那位 孰不知 南方那位只无情无恨 无爱无礼 才是真正的神者 难道 对于南庆 咱们真的没有办法了 颤着声音 问出这句话来的 是郎桃 他知道陛下心里 也想问这个问题 只是身为帝王 无法开口 一个人 在武道 以及世俗权力 以及 智慧 这三个方面都站到了顶峰 这样的人 自然是无法击败的 苦河有些累了 闭着双眼 说道 想要从外打倒他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齐皇帝 此时依然跪在苦河的身前 他眼中闪过两丝情绪 忽然俯身败道 叔祖 朕 要去 要去祭 神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